国语有声善书 南天虚元堂善书 银货 主助先佛为吕先祖 影片后段有教大家如何消除素式银业的方法 吕先祖先翁将 圣世 无今夜将助 银货 吕先祖借银文 八 别有栏同世茂 美少韩晴 举动可人 语言解释 傍金尊而送目 魂消华竹之前 敲弹板以寄生 长段离原之曲 罪易时桃兮分爱 还愁拂袖兮经年 无如男女伦乖 名非家偶 毕竟阴阳礼背 气绝生机 愁已敷定耳楼珠 恐归踏中一枝好色 借之哉 请恭入瓮 想郎君辈也属青年 既明天道之好还 一替人心之异动 试意 奇怪的是 有鸾同者 打扮非常美貌 年纪轻轻 又含情默默 举止动人 言语甚解人意 犹如女人 手捧酒杯 贫颂秋波 让人销魂于 华灯之下 又有人特别喜爱 戏曲的寄生 沉醉于戏灵之中 逃迷于偷情 还愁虑于 经年劳艳纷飞 更可怕 无知男女 违逆伦常 非正常夫妻 违背阴阳正理 决断生机 最为丑陋的是 他人会把你当作母猪看 在众多妇女中 亦有好色者 设法诱骗年轻狼君 入他的圈套 得应戒肾 年轻人该知天道好还 以警惕己心之浮动 严正 阴阳背里 乖逆人伦 王兰州先生 年轻时有一次出外游玩 在船上买了一位男孩 大约十四 五岁 身高体大 长得非常秀雅 也略知诗词礼意 跟人谈话 羞涩得犹如新娘 晚上降旧寝 竟先脱衣 而卧睡在兰州床上 王兰州本来是买回来 当奴仆使唤的 并无其他的念头 但看见他婉转相救 竟不能自持 势必 男孩浮在枕头上暗中哭泣 便问他说 你不愿意吗 回答说 不愿意 又问 既不愿意 为什么先来迁就我 又回答说 我父亲在世时 也续养了鸾同树人 每个都要陪他睡觉 有出来的会感觉羞愧 而想拒绝 就加以鞭打 并说 我花钱买了你 就是这个墓地 你竟然还敢糊涂扰乱 当时我看了才知道 奴才事后主人就应当这样 否则就要接受锤打的痛苦 因此我不敢不先来奉承主人 王兰州听了 汉流加倍 马上爬起来 盼说 好可怕啊 父做子环 报应真是迅速 而且丝毫不爽 于是 即刻故传 经一整夜的追赶 找到了这孩童的母亲及哥哥 将孩童还他们 并赠送五十两银子给他们母子 回来时心意仍然不安 又到闽中寺 拜佛忏悔 当夜梦见迦兰神士说 幸好你犯过 立即能知道忏悔改过 明思尚未登记到功过部上 而且你当时没有貌读于圣神 还可以饶恕你 王兰州从此以后 对于色银特别甚戒 并经常翻印戒银书 或到处演说 以劝话别人 一 谁没子女 谁能明白前后的报应 由这故事看来 报应的确如影随形 丝毫不爽的 所以世人应当常常门住 良心自责自问 才不至于因自己一时的过失 而疑惑子孙 善政 领尊复训 因智力行 蒋文克 自普之 其父文宿公 常常训诫子孙 不可接近演戏的人 所以文宿公在世的时候 从没有演戏请客等事 等到文宿公逝世后十余年 文克则偶尔演戏请客 但不敢聚藏或续养灵人 有一天 老奴故生成文克贤作时 谈到戏般的事 就鼓舞怂恿文克说 家中奴仆的儿子很多 不妨聘请教师 挑选几位奴仆来排演 以便于以后派用 文克心为之所动 尚未答复 忽然看见故生惊慌恐怖 面色苍白 两只手好像被手铐铐住一样 身体倒在地上 头闯入椅子脚中 一直穿到第三只椅子内 全身好像被放在一个匣子里似的 文克急忙照请巫医来施法 百般解救 费了一日夜才苏醒 醒来急说 可怕极了 可怕极了 刚才才说完话 就看见一位老年人 将奴才抓出去 到了一间厅堂 先老主人坐在堂上 声色俱立地骂说 你是我蒋家士仆 我的遗讯你难道不知 竟敢唆使我儿子聚养戏斑 来人 给我捆住打四十大板 然后活埋棺材中 奴才当场急昏了过去 不省人事 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远处有呼唤我的声音 奴才在棺中 要答应却不能出声 再过一段时间 才稍感觉轻松 但还不知是如何脱险的 说完后 有人脱他的上衣检验 两个手臂都是清黑的淤血 闻客看了贺的直冒冷汗 妄念顿消 从此就欲加力行音质为善事 家政也如文宿公在世时 一样的清平 且连续数代为书相世家 吟正不正心态 反施爱机 有一个贪好鸾同的人 喜爱一位示唤人家的儿子 但却无法亲近 就暗中计谋嘱咐 他的爱机作为媒介 引诱患家子到郊外的别墅约会 再下手将他抓住 以达成他的邪狱 时候一到 见患家子已经来了 赶忙跑过去捕捉 不幸失足堕落河塘的桥板下 险些变成水鬼 喊叫了半天被救出来后 等找到了他的爱机 患家子已经事先逃去了 而他的爱机却是虚乱拆横 原来是患家子英美俊秀 他的爱机刚刚正好成他爹逆时 与患家子欢和 后来爱机乃常与患家子暗中往来 等到从婢女口中探听出实情 已经悔恨不及了 偷鸡不凿十把米 阴谋鬼计多端的人 必为鬼神所戏弄 是不可不信的 吟正男欢女爱 后果凄凉 许章生性好吟 尤其喜欢跟演戏的幽灵在一起 曾遇到一位演戏的女蛋 长得十分美丽 就与她调戏 同一戏班中有一位男蛋 许章的妻子见她的丈夫如此 反觉得男蛋很俊美 于是也与男蛋私通 过了不久 许章妻子生了一个儿子 面貌跟那位男蛋几乎相像 就取名为阿库 邻居的人经常讥笑说 为什么不取名叫戏狼呢 后来邻居竟都叫阿库为戏狼 有一天 有好管闲事的人 在她家门边贴了一对对联嘲笑说 分桃男有匹 赠少女多情 得传风流种 相将度欲生 许章看后 自觉的无脸面再见人 遂自意而死 戏但后来也流落江湖 终于不得善终 世人常以夫唱妇随 来形容夫妇的和睦与幸福 但那是男真妇结 感情专一 所结成的善果 若向许章夫妇夫唱妇随 那就一笑万人 含羞千古了 故男子汉大丈夫 当之先结身自爱 这样妻女也一定良真 小编一定要说 素式银业加金式银业会让你这辈子工作不顺 找男女朋友不顺 婚姻感情不顺 身体尤其是泌尿与生殖系统 不健康 甚至导致不孕 或难以受孕 流产等现象 非常可怕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推广借银书籍 这是真实的且很可怕 网路上也很多测试不犯银的改变 若有以上情况 或者自己明白银业太重 恭喜你看到这部影片 因为五妙名正堂获得浩天玉旨 上天指派月老尊神夏凡柱做因缘大灾问 同时降下柱印此书的书里 其中一项 凡注印达三百本以上者 准消速是银业 必亦增添夫妻情缘 减少愿对利器 相敬如宾 重燃往昔爱描 没错 注印三百本可以消速是银业 非常殊胜 甚至其他书例还有针对离婚 濒临崩坏之姻缘 求善姻缘与求怀孕等皆有 以下小编全部列出来给大家看 望大家好好把握书例并推广这个 迎向美好人生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诗曰 产教文章整大千 有情感物远纠缠 因缘困惑人间事 去值贪婪学圣贤 圣事 上天慈悲恩卷本堂年年班自著书书鸾音 整渡大千世界 人间事种种困扰纠缠本心 导致纷扰不断和来空暇修持 但种种困扰若非修持 又如何获得解决方针 互为矛盾之心态 蹉跎了大好时光 由其万恶银为首 若非银业纠缠 世人便更聪慧于修持 因为如此上天般自著作 因缘大灾问 西济由月老铲破迷城 而令执着情爱玉海 难以自拔之世人 获得明灯照录 宠迈康庄大道 是一般自赏律如后 凡祝印世书达百本者 次又增添智慧 看破感情迷雾 或以此功德消解部分素饰银业 增添功名福运 凡祝印达三百本以上者 准消素饰银业 必亦增添夫妻情缘 减少愿对利器 相敬如宾 重燃往西爱苗 凡祝印达五百本以上者 次准消解二春因果公案 化解素饰银业所照生之因果病 且利于因破碎边边缘者行持 必亦减轻内心压力及怨恨 并助以人生最正向之未来发展 凡祝印达千本以上者 化解素饰银业所照生之因果病 二春即未显之因果公案已春 必亦因缘破碎者 重获自信及弃引良缘 或必又恋情稳定发展 获得众人认许及祝福 或因素饰银业 显成造成之重大病恶 增添福寿达百分之一 凡祝印达万本以上者 准与消解已显 未显之公案各三桩 必亦自兴早日入命 引献善因缘或助以增生彼此智慧 早日回归家庭重获幸福 或增添福寿达十日 并可依其愿专案成书 依诚心照准 凡书成之后 智力宣讲借淫因果 教化原吟本书内容者 赐予贵人福运或增生外援 这辈子常犯邪淫 守淫 各种淫 同性恋 淫欲重者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有机会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补充一下 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 这边只常犯守淫 一夜情 一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 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 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 毕竟邪淫不断 如破掉的钢筒 功德永远一直在漏 祝集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 每月祝印借淫书籍 明正堂 借淫对智禄与八仙翁借淫篇 虚元堂 淫或 借淫游记 任何借淫善书 祝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 等同于放生功德 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 可或幸福 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 多行善 常念佛 要放生 真忏悔 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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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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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